同学们早安,今天和彭老师一起来学习华文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华文要学习什么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单元2,一起来用餐 之前我们学习了有什么生字呢? 米饭,面条,青菜,鸡肉,鸡蛋,鱼肉,面包,饼干 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饮料 我们还没有学习到饮料有什么呢? 来,跟老师一起来学习哦! 同学们,请拿出你的华语课本,请翻开第11页 好,在开始之前,请写上你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星期二,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2020年12月15日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要学习什么生字呢?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今天要学习什么生字呢? 哈哈,同学们,你们认识这两个字吗? 这两个字是 来,我们一起来读,跟彭老师一起来读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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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就是 milk milk 就是我们常喝的牛奶 喝了,提供我们蛋白质的牛奶 你看 牛奶,喝了,身体健康 好,我们来看,跟老师读一读过这个句子 牛奶 好喝 有营养 来,跟老师一起读 牛奶 好喝 有 营养 牛奶 好喝 有营养 牛奶 好喝 有营养 牛奶 哈 好喝 有营养 有营养 提供我们蛋白质 OK,very good for our health OK,牛奶 牛奶 milk 牛奶 好,接上来我们再看看 同学们,老师问一问你们 你们知道牛奶从哪里来的吗? 谁可以告诉老师 牛奶从哪里来? 子杰可以告诉老师吗? 牛奶从哪里来? 啊,对了 牛奶是从牛而来的 你看,牛提供我们牛奶 过后呢 牛我们要怎么样拿 它的牛奶呢 我们可以用手挤 挤了那个牛奶出来了 过后拿去体验的 工厂拿去体验 过后高温杀菌了 高温杀菌 后我们就会有牛奶 过后他们也可以打包成包装 我们现在购买的 在超市购买的牛奶 是这样的 瓶装 或者包装的也是有 或者这样包装的也是有 牛奶 记得同学们要多喝牛奶哦 尤其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们在成长的年龄 要多喝牛奶 就会快高长大 因为牛奶提供我们蛋白质 蛋白质 好,记得哦 Remember, drink a lot of milk because good for our health help us to grow OK? Remember OK,接下来就是牛奶 mule 牛奶 我们现在学习的是什么孙子叻 Next we learn a new words OK,我们来看 果汁 跟老师一起来读 果汁 果汁 什么是果汁呢? 谁可以告诉老师什么是果汁? 果 什么是果? 水果,对吗? 水果 汁就是水果挤压出来的 汁就是我们所说的果汁 果汁 果汁又分成好像在超市我们常看到的就是 已经好包装好的 工厂包装好的果汁 或者我们有什么 我们来看看 或者你可以在家用果汁机打的果汁 我们可以喝新鲜的果汁 你看有什么 我们可以用香蕉 蓝莓可以打果汁 或者你可以用香蕉 也可以打出很好喝的果汁 或者用苹果 胡萝卜 柠檬 或者你爱喝的草莓 和火龙果 也是可以打成美味的果汁 果汁呢 也是对身体好的 还记得吗? 水果提供我们什么?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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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好 我们的健康 水果 也好 我们的健康 还记得吗? 水果 水果 提供我们的健康 提供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都需要的 水果 好 记得 记得 你也可以喝很多 水果 比较 码 码 码 好过喝汽水 你可以多喝果汁 比你喝汽水 对身体更好 我们来跟老师一起读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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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甜又有益 果汁 甜甜的 清甜又有益 对我们身体也是有益 good for our health OK 你看 这两个兄妹 喝果汁 喝什么果汁呢 我们猜 它应该是喝橙子 果汁 果汁 可以吗 跟老师一起来读多一遍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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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汁就是 juice OK juice 有包装的 packaging juice or you can drink fresh juice at your home blend yourself 可以自己打果汁 果汁 清甜又有益 清甜又有益 OK Fresh and good for our health 清甜又有益 果汁 清甜又有益 好 好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唱一唱吗 好 我们要用的调 OK 是小蜜蜂 小蜜蜂 还记得小蜜蜂怎么唱吗 好 如果不会的话 就跟彭老师一起 我们先听一遍 过后再和老师一起唱 我们来唱一唱 准备好 来来来 喝牛奶 新鲜牛奶 营养高 来来来 喝果汁 有甜又清凉 OK 可以吗 再来多一遍 跟老师一起唱 用小蜜蜂这个曲调来唱哦 好 来来来 喝牛奶 新鲜牛奶 营养高 来来来 喝果汁 有甜又清凉 OK 我们学习的今天生字是 牛奶 牛奶 Milk Milk OK 果汁 果汁 果汁是 Juice OK 牛奶 果汁 我们今天学了 牛奶是 Milk 果汁是 Juice OK 再唱多一遍 来来来 喝牛奶 新鲜牛奶 营养高 来来来 喝果汁 有甜又清凉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学习如何写 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个是 果 水果的果 果汁的果 还记得吗 好 同学们 请你拿出一张纸 跟你的铅笔 准备和老师一起来书写 果汁 我们来书空也是可以 跟着老师的笔画 可以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开始哦 第一笔是什么呢 可以看上面这边的图 你们可以看这边 第一笔是 对了 第一笔是 素 好 第二呢 这是什么你们也学过的笔画 横 折 好 接下来的是什么呢 中间的 横 好 第三是什么呢 横 对吗 一树 二横 则三横 第四呢 就是 横 关门 好 第五呢 我们就要写 长横 第六是 树 从上面 树下来 还记得吗 树 好 第八 是什么呢 八撇 好 第九呢 是 那 对吗 那 我 好 可以跟老师一起来吗 我们来 再写多一遍 一 树 二 横 则 三 横 四 横 五 长 横 六 树 树 树 下来 老师这个不美 老师再写过 OK 好 看哦 六树 要写美美的 六树 也是不美 不美的我们就要改掉 改正 习过 直接整齐 六 树 数下来 还好 六树 好 七 撇 好 八 那 好 果有多少话呢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一起吗 来 一 数 二 横 则 三 四 横 五 横 六 七 片 八 那 所以果有八话 好 同学们记得哦 果有八话 可以吗 可以再来跟老师再组一遍吗 好 我们来看 一 数 二 横 则 三 四 五 长 横 六 数 七 八 那 果汁的果有八话 好 接下来我们学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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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写呢 这个会相对来比较容易一点 好 同学们我们来看 一点 二 点 三 是什么呢 三 体 好 四 是什么 四 是长痕 五 是 数 对吗 比较容易对吧 我们再来 一点 二 点 三 三 提 提上去 四 橫 长痕 五 数 数下来 数 这个是 果汁的字 我们要多少话呢 跟老师来数 一点 二 点 三 提 四 橫 五 数 五 所以 有 果汁的字 五 五 好 再来跟老师 再读多一遍好吗 我们再写这边 OK 一点 二 点 三 提 四 橫 五 数 果汁的字 这是 枝 五 五 OK 很好 好 接下来老师要给你们做一做复习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在翻开你的华语课本第十二页 好 在做复习的时候 请先写上 你的日期 今天是星期二 十二月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好 同学们听一听老师说的 OK 好 听你指示要做什么呢 读一读 读一读 然后回答问题 好 老师先读一遍 同学们你再跟老师读好吧 早上 早上 小瓶吃 这是什么呢 吃 什么是 这个 好 写上它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还记得吗 这个是 对了 这个是 面包 和 喝 什么是 这是什么 对了 牛奶 早上 小瓶吃 面包 和 喝 牛奶 好 早上的时候 我们会吃面包 和 喝牛奶 不后 早上 小明吃 什么 这是小明吃 什么 这个还记得吗 谁还记得 很多种类 很多形状的 对 你们每天早上吃的 看伊拉准备给你们的 对了 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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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喝 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对了 对了 这个是 果汁 果汁 所以跟老师读一遍 早上 小瓶吃 面包 和 喝 牛奶 小明吃 饼干 和 喝 果汁 好 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好 这里 下午 这是下午 下午 我们下午吃什么呢 你们放学回家 下午会吃什么呢 我们来看 小瓶吃 这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老师说 农夫很辛苦的 耕种的 这个是 莉莉皆辛苦的 米饭 小瓶吃 米饭 和 配什么呢 这是什么 还记得吗 子杰很爱吃的 这是 鸡腿 很棒 鸡腿 好 接下来 小明吃 什么呢 浩羊 这个是什么 还记得吗 常常的 吃什么 这个是什么 常常的 对了 很好 常常的 面条 和 配什么呢 这是什么 有谁爱吃的 这个是 鱼 很好 小明吃 面条 和 鱼 好 接下来 下面 他说 小瓶和小明在早上和下午分别吃了什么 把答案写在隔纸里 ok 有早上 这是早上 ok 早上 小瓶吃什么 早上 ok 早上 小瓶吃 what this 面包 对吗 好 我们这里就要写 面包 还记得面包如何写吗 你们把面包写进隔纸里 可以吗 面包 好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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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 同学们就写牛奶 ok 牛奶写在这边 牛奶 好 下午 他吃什么 下午 小瓶 吃什么 what's shopping ok lunch ok 小瓶 eat rice 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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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鸡肉 eat chicken 鸡肉 小明 早上吃什么 小明吃 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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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喝什么 喝Juice Juice的话 果汁 果汁 ok 下午呢 小明吃 Nudels 面条 面条 Nudels 这个是 鱼 我们就写鱼 在这边 可以吗 ok 同学们 你们可以完成了 这个是复习 我们学习的 单元二 一起来用餐 学习过的食物名称 好 接下来 ok 同学们请拿出你的华语作业 先翻开第十一页 开始之前也是先写上你的今天的日期 星期二 2020年12月15日 好 我们来看 画线用最短的路线 在小林和小明 小林和小明 去找他们想喝的饮料 小明说 我想喝果汁 小明要喝果汁 果汁是什么呢 果汁是 Juice Help小明 find the juice 找果汁 ok 小林 小林说 我想喝牛奶 I want to drink milk 我想喝牛奶 牛奶 牛奶 牛奶在哪里呢 同学们你去找牛奶 好 接下来这边是要写果汁 老师教了你们写果汁 你可以写在格子里面吗 写整齐的果汁 很棒 你们一定可以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看 是什么呢 也是 翻开第十二页 先写上今天的日期 星期二 2020年12月15日 好 这个相比起来比较简单 复习 他要我们把正确的图片圈起来 好 这两个是什么字呢 谁可以告诉老师 佩希 你懂的这两个字是什么吗 很好 这两个字 面包 面包 把面包圈起来 面包是什么 面包 好 接下来 语情 你懂这两个字是什么吗 今天学的 我们学习写的 要喝的 清凉的 清甜 又有意的是 对了 这个是 果汁 果汁 好 胡马拉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吗 胡马拉 what is this word ok 这个是 饭 ok which one is fun ok 我们圈起来 很好 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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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risky 这个是什么 这是 对了 这是肉 肉 which one is肉 肉 meat ok 四个 所以把你的正确的图片圈起来 跟着那个字 第一个是面包 2 果汁 3 饭 四肉 好 圈起来 好 同学们 记得把功课完成后 拍照交上来给老师检查哦 今天我们的华语课上到这 谢谢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咯 拜拜